各位好,今日和大家分享的古詩是漁木的十二月十五夜。 十二月十五夜,漁木 沉沉耕古急,漸漸人聲絕,吹燈昌更鳴,月照一天雪。 漁木是清朝的一個文人詩人,自子財,浩簡齋,晚年字號蒼山居士。 今日,杭州人,當時叫前堂,是乾隆嘉慶時期的代表詩人之一, 和趙逸、蔣自傳,合稱為乾隆三大家。 他在乾隆四年中盡時,受漢臨院樹吉時。 之後器官,祝徐元在江陵城西,誓稱徐元先生。 自此,他在那裡過了近五十年的閒息生活。 從事斯文著述,編詩話,發言人才。 掌役後進,為當時斯坦所忠,即是當時斯坦的領袖人物。 著作,有小蒼山房集,徐元詩話,徐元食丹,和散文的代表作,祭梅文。 古文論者將這個祭梅文,和韓語的祭十二郎文,是比美,或者作出比較。 這首詩的基本的意思就是這樣,遠處傳來,低層的耕鼓聲。 這個耕鼓聲是一耕,二耕,因為當時晚上,有些人負責打耕鼓, 讓人知道已經是半夜三耕。 漸漸地,人聲直靜。 我吹滅尤登,屋子裡是一片漆黑, 但是窗子外是十分明亮, 打開窗一看,月亮正照著蓋滿大地的白雪。 這首詩是寫在農曆十二月十五日夜間的所見所聞。 詩人的觀察是很細微, 體會好深。 他用夜深,古急,人絕,昌明, 雪月交揮這個具體的現象, 描繪了雪夜月色的幽冷的景象。 這個景象是若然紫上。 獨厚彷彿如臨其境一樣。 全詩是簡潔小唱,清身可起。 我們可能少些接觸的原目, 或者叫做明清之後的詩都比較少。 我們一般都是集中在漢樂府、漢富、 唐朝的詩歌為主要。 或者再早一點詩經、楚詞等等。 但是近代我們多些看小說, 即將會小說,或者小說為主。 所以這次也有機會看到清朝的詩人的詩風。 算是比較清新簡潔,也不是很悔劫的。 我們將來有機會可以分享多些 比較近代的一些古詩的詩作。 也挺有味道,或者大家有機會發掘到一些 可能被遺忘的一些芥作。 不只是讀唐詩。 其實明詩、青詩、宋詩都有一些可讀的作品。 之後我們再跟大家分享。 多謝各位。